其实我从头到尾我都很反感直播 其实我的初心我创业也好 做羽毛球行业也好 我都是想通过我的品牌 或者通过我的个人 我想传达给大家一个正确价值观 要纯粹一点 但是就我一个人在喊这边要纯粹 我先跟你们说 其实用拘魂之刃 或者用140D没啥区别 因为你们的水平 它是用起来 它就是没在水平 你们需要做的是提高技术 享受羽毛球 纯粹的健康和快乐 但是整个互联网 就我一个人在喊 就算我天天喊也没有用 这个视频区它还是充斥着产品 它还是充斥着 所有的商家都告诉你们 你们用那个谁谁谁 球星同款的球拍 你就会变得厉害 这是谎言 你猜你要得多练 然后所有的培训 都跟你们讲什么 七天速成数鸟跳杂 明知道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还是得不停地讲 我可能改变不了什么 我现在就觉得 我当时思想的是 我想说我能够改变这个行业 但是我现在 我就说直白一点 我就不想被这个行业改变了 我还是坚持 坚持我的价值观 坚持我要传递的东西 我们要平等 我们不要攀比 我们要传递 这个是我们要传递的事情 然后也一直在坚持干 但是感觉没啥效果